天赐的声音在经过激烈的角逐之后 上周迎来了最后一期的巅峰歌会 二十几首歌的表演让节目精彩不已 但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是 胡海泉和任贤奇合作演唱了飞鸟 十八年前这首歌曲由胡海泉作词作曲 是电视剧《星楚流香》的片尾曲 听起来是非常的苍凉 仿佛是一个侠客在诉说着自己的无奈 流星的眼眸太温柔 我是起火的宇宙随着你陨落 沧海烧成酒烫胸口一口口都是仇 十八年之后二人以云录制的形式 合作演绎了这首金曲 任贤奇说这一次的编曲 这一次的合作都让我由衷的感动 海泉弹着钢琴 然后还特意的请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 古征老师程浩如 情深合作当中仿佛是一只姑娘 飞越高山和沧海 海泉和任贤奇的嗓音里边 藏着风藏着山海 带着色色悲伤和壮阔 穿越到夕阳的余晖 飞翔到看不见的地方 不知不觉当中啊 听歌的人就会想要流眼泪 有网友说海泉的改编都不划巧 但是却总能够直接的搓中人心 首次舞台 海泉和霍尊合作 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 这个作品啊 直接收获了网络上93%的用户利剑 海泉歌曲的创作灵感 只来源于白安的一句话 创作人们在后台聊天 谈起了去留的话题 白安随口的说了一句 先走的人会不会比较不容易受伤 海泉被这一句话给击中了 细细的品味 后来呢就有了这一首歌曲 合唱的时候 霍尊的声音是高昂轻力的婉转 而海泉的声音呢 在低声轻速当中烘托 两个人的声音完美的交融了在一起 首次登台过后 海泉的歌曲改编一次比一次惊喜 他从不拘泥以保守的制作 会在音乐的舞台上面 不断的吸取新的知识 交到新的元素 每次带来的歌曲啊 都会有非常大的创新 精心设计的细节 先走的人比较不容易受伤 就使用的是心急而又又灵性的乐器收叠 乐器独有的空灵的声音 搭配上霍尊的戏腔 像是带着年轻的无味 而海泉呢是带着沉稳和乐力 效果惊艳到让声音进上突然 再不绝口 在歌曲当中 海泉念诵起了北岛的诗句 唯一能够形容的感觉就是震撼 很多人说海泉的音乐作品当中 始终是潜藏着忧郁浪漫的诗人气质 与其说是借诗吟唱 更像是把作品填满了诗意 何方小敏合唱了一首《叶子》之后 网友评论说 胡海泉是一杯清纯的水 而宋鹏是一杯浓茶 张绍涵则是浓浓的香辣火锅 海泉在《叶子》这首歌的编曲的编排上面 做了很大大的改编 在创新的基础之上 总能够保持歌曲最本真的情绪 用简单的钢琴作为主旋律来伴奏 然后在悲伤的副歌的部分 加上了大提琴的乌烟 一种平静和哀伤的氛围倾泻而出 让人听到之后就会迷失在歌声里 胡彦斌在看过表演之后说 海泉老师不愧是一个好的制作人和调教师 把这首歌做得很不一样 后来在节目当中 海泉和董又林合作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和高进合作朋友2020等等 海泉改编的歌曲 每一秒都可能会有亮点出现 他喜欢留给搭档充足的展现空间 自己默默的烘托和硬核 就是完美到无可挑剔的作品 在很多人想要展现自我的舞台之上 这样的做法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也包含着生活的智慧和乐力 这个老牌组合带来了太多的经典 也带走了太多的青春 自1998年出道以来 22年间发行了16张的音乐专辑 唱片总销量超过了1200万张 海泉的标配保温杯 然后一副万事平静的模样 他不似大多数的东北人 那一般身性豪放 他是性情温和 文艺内敛的 对音乐事业却有着异常的执着 在雨泉成立之前 海泉为了自己热爱的音乐 独自一人开始了心酸的北漂生活 收约不多的时候 海泉就去酒吧助唱赚钱 然后父母多次劝他回沈阳吧 这甚至是为他安排好了工作 但是海泉还是坚持要留在北京做音乐 后来组合两个人相遇了 然后1998年 雨泉组合正式的成立 到了2016年 实体唱片越来越不景气的时候 海泉创办了EQ唱片 发过的唱片由马天宇 该死的温柔 李一峰的四叶草摩天伦小先生 七微和原成杰的外滩18号 以及载影的加速度 以及包包组合的光荣 金志文的左眼皮跳跳 王冰阳的飞舞 每一首啊 都是当年甚至是传唱至今的大热流行曲 这是精准的市场把控 也是对音乐的敏感和亲近所有 海泉就像是一只属于大海的鱼 在音乐的事业上面绽放着所有的才华 不像是只困在鱼缸里边 逗来逗去的观赏鱼 他从来都没有把音乐当成是摆设 后来独自前行的他被大家斥责 塑料兄弟情 他不着急证明什么 只是在2019年的4月4号 发了一首新歌 别丢了你的勇敢 用作品表达一切 别丢了你的勇敢 胡海泉歌词当中写道 别丢了你的勇敢 有过辉煌之时也经历过低谷 但是对音乐的热爱 他始终是坚持了下来 在与权成军的21个年头的时候 海泉发布了新专辑胡 他自己发微博提到了说 胡不仅是我的本名的姓氏 胡也是打麻将里边最诱人的结果 把人生当成是打麻将 用音乐表达自己的人生规则 由自己制定 做自己的大赢家 不要衰波助流 不管最后胡不胡 都是自己的庄稼 最震惊的是 专辑里边的歌曲 是融合了多种的风格 除了新歌胡 说走就走 流浪者的老情歌 放过自己等新歌以外 还能够了此前已经发表过的 不为什么 先走的人 光年 毕生 下一场青春再见 甚至是在各个年龄层的 接受程度里边 畅游 新歌胡最明显表达的 传达的调侃的意思 以欢快的旋律 传达深刻的寓意 借麻将来比喻职场竞争和生活焦虑 借麻将来训虐人生当中的缺憾 热闹当中又带着寂寞 看似是唱着大众 实则是在和自己对话 歌曲一开始是比较平和的铺垫 然后到了副歌 就转换为非常欢快的旋律 就像是在劝自己 活着不是为了陪别人打麻将 自己要做自己的装 胡是对生活的态度 不为什么 就是自己想说 却又没有说出口的话 前奏一想起就是十分抓耳的节奏 很难想象 海拳可以把电子元素融入到歌曲当中 做出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曲风 这首歌真的是太年轻了 有一些颠覆于大众对海拳的印象 情不自禁的就会随着节奏摇摆 被歌词洗脑 海拳曾发过十个为什么 之后不停地揉揉拿他的为什么做文章 不为什么就是对于为什么最好的解释和回答 于是歌曲里面唱着说 别问为什么活出自己来 这个年代就这样 反正你问为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也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 海拳一如既往的坦然 用年轻的心态去对话争议 在众多的老牌歌手啊 可以吃到老本的情况之下 他依然坚持推出全新专辑 是一件让人非常佩服而又感动的事情 二十岁的于全唱的是青春爱情的记忆最美 三十岁的时候唱的是他们多年的兄弟情 四十多岁的时候海拳重新出发 唱的是最初的梦想和展望的未来 现在的海拳是明星 是投资人 也是创业者 他游刃有余的游走在浮躁 而又截然不同的圈子里 有人说他的工作距离音乐越来越远了 海拳自称 如今的他呀时间都用在了创业投资的身上 时间紧的时候一天要飞三个航班 在路上微信电话里面去开会啊 沟通各种事情 因为不是全职的投资人嘛 他还要求自己利用在路上啊 车上马桶上的碎片化的时间 快速的去学习 他甚至是自学通过了业内的通过率较低的 基金从业资格证的考试 业人兼职商人 看着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职业 海拳居然还搞得相当不错 这始终啊要求着他有着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 强大的包容力 过硬的能力 让自己更加的具有专业性 做主持人的时候啊 海拳去考了主持人证 做投资人 海拳考取了资金从业资格证 别人呢是挑灯夜战 他抽空学习 还将一切都弄得漂漂亮亮的 按照父母的话来说 他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按照90后的话来说呀 他就是彻底的斜杠青年 鲜杠青年的本质还是坚持出新 不论做什么职业都要坚守着 作为音乐人的本质 继续完成当初的梦想 在天赐的声音节目收官的舞台之上 海拳说 华语乐坛像我们这样的人 应该是要承担成上启下的 此刻真心的愿景和目标 就是去助推更多有才华的人 在2019年 海拳入驻了B站 分享关于音乐创作的知识 他入驻抖音 分享自己的生活 今年他主动学习云视频云演出 不让自己落伍 他说 我自己跨界做的工作 能够让我有更多的眼界 也让自己做音乐 本身更加的从容 经历过七起落落之后 用音乐去表达内心 应该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了 音乐在海拳的生活里 不只是传达思想 逐渐的就成为了 有交流有思考的行为 海拳说 自己其实是相对于说比较幸福的 做音乐是一个从容的状态 他更像是一个喜欢热爱的事情 而不是仅仅是工作而已 回看他这个人的本身吧 也是温柔而又热烈 感性而又理性 通透又执着 让人忍不住的被吸引的存在 在不久前的《相信未来》的演唱会之上 海拳一人分世多角 自己弹奏各种乐器 唱了一曲最美 唱完之后呢 又带来了新歌 《下一场青春再见》 在众多的音乐人当中 依旧是无法忽视他的光芒的 在音乐的这条路上继续完成两个人当初的梦想 他一个人依然唱得精彩